当时17岁就出来做偶像歌手了我 公司给了我很多话术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我喜欢有才华的人 他们就会说 因为这样你才会让你那些男粉丝 会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啊 我是值得的 所有的钱都会流向于我 因为我是一个会使用财富的人 对 所有的财富都会为我创造更大的丰盛感 所有的财富会为我创造丰盛感 一能进公开17岁出道《喜粉套路》 鸡汤市风格 西百万粉景君直播圈 我觉得这款品作为我的开场 是因为我一直在想 如果有的直播间是实用主义 有的直播间是贵富主义 属于一能进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是一个浪漫实用主义 看来又多了个新兴带货直播主呢 一能进2015年和大陆演员情号结婚后 事业重心转向对岸 不过境界主业是歌手 17岁以玉女形象出道 日前她在直播间 也公开当时出道 公司在背后嘲弄的《喜粉套路》 当时17岁就出来做偶像歌手的我 公司给了我很多话术 当有人问我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或什么样的男孩的时候 公司会建议我说 你就说你喜欢 都喜欢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回答呢 我喜欢有才华的人 他们就会说 因为这样你才会让你那些男粉丝 会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啊 光是直播就够吸睛了 那带货呢 一能进首场直播就吸引 168万人观看 光一个晚上就卖出 5000万成交额 稳居带货榜首 网友纷纷跟随他的脚步 狂烟金钱咒 我是值得的 我是值得的 所有的钱都会流向于我 所有的钱都会流向于我 因为我是一个会使用财富的人 因为我是一个会使用财富的人 对 所有的财富都会为我创造更大的丰盛感 所有的财富会为我创造丰盛感 这丰盛感得由境界自己创造 他的直播间不浮夸 不讲价钱 阻打情感疗欲 分享日常 就像温柔的大姐姐在说故事 吸引大票旅行观众共鸣 每个女人都应该要两把梳子 我刚刚有五把这样 我要为你们讲些奇迹的事 就到了 请给我一个艳势 然后是我们跟台湾的解开团体 像满天的星空的那种感觉 就它的味道 是有那种水果的椰香在潜掉 就像沙滩上的椰子树 左手的你呀 右手的你呀 自己的画一上 世界都应该是你醒来的模样 我常看到之后 我会觉得很心疼跟很可惜 你们活下来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学习 人生是没有 任何点 任何警察场所 现实 我会很标准的自己不同 你们很标准的自己是个现容 因为一旦你被普通 我没有 这些都是灌在你的脑子里 看的人睡着 上内看的人醒着 当你一体清醒 你这世界的当心胸 就是醒着的人 有的可能会睡着 但我们一样 叫你少说话